這球打得不錯 但是一個彈跳進了Hammer的手套 傳一蕾刺殺朱曲 這球在擊球上面是打得還蠻扎實的 只是方向朝著野手去 對 基本上高資剛還是用他比較擅長的推打 打這個右邊方向 他今天安打也是打右邊方向打出來 稍後有日本跟巴西的比賽 你不要小看巴西 巴西在資格賽面對三個都是 可以說是棒球比較先進的國家 哥倫比亞 巴拉馬 波多尼加拉瓜 他都打敗了 所以他在那一組四個球隊裡面 你本來四個球隊裡說還有個巴西 巴西應該最後一名吧 巴西是第一名出現 所以你以為這是世界盃主持賽 不 這是經典賽 所以巴西打進來 確實是還蠻令人意外 因為巴西有個名人堂的教練 對 總教練 所以總教練當然也是有關係 就跟明天我們面對荷蘭隊的 這一次 所有的外隊來 只有一個名人堂的選手來 就是荷蘭隊的投手教練 對 他是2011年被選進明天堂 過去非常知名的右投手 他的曲球到現在為止很少有人超越他 右投手的曲球 他可以說數一數二排第一的 所以他也是這個荷蘭隊的投手教練 然後荷蘭隊總教練是現役的巨人隊的打擊教練 對 所以不要小看明天的荷蘭隊 荷蘭隊在B組一直都認為是一支很可怕的球隊 上一屆曾經打敗過多米尼加 而且還不止一次 對 咒差兩拳 多米尼加 被淘汰了 對 他們的國際的這個世界的排名是第七嘛 荷蘭 不是也只會踢足球 真的 兩好球 有 是 是 有